第九全奈会进入倒数阶段了 这到目前的这个情势看起来 洪秀珠要成为党内提名的人选呢 可以说是大致抵定 而洪秀珠的竞选团队现在也提前开跑了 表示将要三顾茅庐 邀请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来出任竞选总部的主委 来稳固中南部的选情 不过对此呢王金平就说了 总部的两个立法院的手掌都跑去弄选举吧 这为难我等于就是为难整个立法院 似乎也暗指着不会出任辅选的任务 洪秀珠南下高雄顾选情 中南部影响大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则是北上会客 一南一北巧妙错开 国民党719全代会倒数 已经收到邀请函的王金平 会不会现身挺住备受关注 我是受邀的这个来参加所谓全代会的 这样一个从政同志 尊重大会当然我一定要出席 会议党内同志身份出席巧妙避开敏感问题 而党内总统人选看似明朗 因此不得不提前稳固选情 尤其王金平中南部势力庞大 要稳定军心 洪秀珠也将邀请王金平出任 竞选总部主委 还强调会三顾茅庐 拜托王金平 未来怎么可能一个竞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全力投入 这个浮显 所以希望他不要为难我 为难我就是为难整个我们这个立法院 都讲到了为难二字 说白了就是不会出任洪秀柱浮选职位 眼看如今党内营造权力挺洪秀柱 参选的氛围下 王金平纵然百般不满 但从决定不领表的那刻起 自卡自己的政治路 老谋生算的王金平 这盘局早失手输掉了 欢迎收看杨顺坛的台北采访不到